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前不久,缅甸再次发生了政变,带领缅甸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昂山素季又被军方口压,国家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1948年独立到现在,缅甸已经独立了70多年,但是缅甸却发展成为了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由于缅甸局势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的利益也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了解一下缅甸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吐司问题的延续 提到缅甸,这个国家还是有点历史的,曾经也建立了武功赫赫的大帝国。 在唐朝时期,缅甸曾出现了封建制的标国。 1044年,缅甸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普甘王朝。 后来该王朝和元朝争夺土地,被元朝给打垮了,元朝趁机再次设置缅中行省,推行吐司制度。 这算是中国版图唯一一次濒临印度洋了。 明朝建立后继承元朝的吐司制度,但是并未在此驻扎一兵一族,只满足于册封。 于是分裂的缅甸各国就相互内战,最终是东于王朝统一了各国。 东于王朝统一后又出兵云南和明朝大战。 最终云南算是保住了,但是云南边疆的各个吐司小国却被东于占据了。 东于王朝还占据了泰国、老挝等地,几乎统一了中南半岛。 1752年,共邦王朝取代了东于王朝,在梦云时期,缅甸不断入侵云南,企图吞并云南的吐司。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和缅甸开战,在战争期间清朝收复了孟拱、穆邦、孟赢、准麦等在明朝万里年间被缅甸占据的吐司。 不过缅甸臣服求和后,清朝就不再干涉缅甸对这些吐司的控制。 当中国在云归地区进行风风火火的改土归流的时候,缅甸的吐司制度却不断完善起来。 缅甸的吐司主要集中于北部的单人地区,主要分布在丹邦、曼德勒省、石阶省、克钦邦、克伦邦等地,数量在30个左右。 而建立缅甸的民族为缅甸族,他们主要分布在缅甸的南部。 由于单人、吐司众多,缅甸国王不敢工人学番,只能通过驻兵、征税、策锋、联姻、任职等方式加强其联系、加速其融合。 然而,缅甸两大民族的融合最终被英国人的到来给打断了。 1885年,缅甸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缅甸内地设置了一系列的官僚体系,进行垂直管理,对于单人地区就保留吐司制度。 不仅如此,英国在利用缅人和单人推行分而治之,使其相互制约,如此稳定自己在缅甸的统治。 1948年,缅甸独立,但是吐司制度依然存在,缅甸中央政府和吐司之间的矛盾迟迟无法解决。 直到1959年,33个吐司宣布放弃了世袭的权利,将行政权移交给单邦新政府。 如此缅甸的吐司制度才宣告结束,但是吐司对缅甸的影响并未彻底结束。 许多地方吐司并未放弃武装,以至于缅甸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是缅甸难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军人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给缅甸带来多大的民族灾难, 但是却让缅甸内部迅速分裂为了两大阵营。 在日本人侵占缅甸之前,缅甸已经出现了许多的民族独立武装, 他们正在寻求机会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2年,日军占领了缅甸,便在缅甸扶持反应势力。 日本人选中了昂山,帮助他建立了缅甸独立军。 如此,名义上独立的缅甸就导向了日本。 缅甸加入日本阵营就砍断了中国的援助路线。 为了打通滇缅公路,美国、英国和中国组建了军队远征缅甸。 中国的远征军就曾被昂山击败,而且被他残忍虐待。 但昂山也是见风使舵之人,他见到日本日薄西山, 于是立马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倒戈一击。 日军投降后,昂山成为了缅甸国父。 二战后,昂山并未立即将英国赶出国内, 而是和英国进行谈判,试图平稳地过渡政权。 英国也答应给缅甸提供大量的援助, 可昂山此举遭到其他政党的反对。 最终昂山在1947年被暗杀, 留下了一个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 缅甸独立后,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联邦政府, 推行了议会体制,但是这套制度软弱无力, 难以改变该时期缅甸政党伶俐, 吐死割据的现实。 在缅甸独立后的十多年, 经济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 反而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缅甸也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浪费了十年光阴。 1962年,掌握兵权的奈温将军 以维护统一为借口发动了政变, 结束了议会体制,建立了军人专制。 奈温政府已强权统治全国, 虽然让国内局势安定了, 但是经济建设却是一塌糊涂。 奈温政府宣称缅甸走上了社会主义, 对经济进行全盘的国有化, 实际上就是将资源全部控制在了军人手中。 同时,奈温政府又十分腐败, 导致民怨四起。 1988年,苏茂接过了奈温的政权, 他宣称要还政于民, 解除党禁,实行多党制。 党禁解除后, 全国出现了233个政党, 缅甸军方对选举信心满满, 为了做十足的保障, 他们还囚禁了民盟领导昂山素季、丁武等。 1990年,缅甸进行大选, 结果军方只获得了10个席位, 而民盟却获得了396席, 于是苏茂不肯放权, 继续囚禁昂山素季。 1992年, 丹瑞将军接替了苏茂, 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推行改革开放, 释放500多名政治犯, 但上山素季继续被关押, 丹瑞政府的执政还是值得肯定的。 该政府时期, 缅甸在政治上不断完善法律体系, 逐步推行民主化, 在经济上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 但总体而言, 丹瑞政府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 使得自己成为了缅甸发展最大的阻碍。 2008年, 缅甸新宪法规定, 三军总司令提名的非选举议员要占25%, 这就保障了军队对政府的控制, 不过军人毕竟做了一定的让步。 2015年缅甸进行大选, 民盟再次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第二年, 民盟正式执政, 结束了军人统治时期。 2020年, 缅甸再次大选, 民盟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就在此时, 军方再次出手。 三, 转型中的缅甸, 缅甸的面积有68万平方公里, 人口5000多万, 国内资源丰富, 其中全球95%的翡翠, 数化域产自缅甸。 缅甸西南部濒临印度洋, 拥有1930公里的海岸线, 是中国通往印度洋最近的通道, 可以说, 缅甸的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然而长期内乱、 专制、 闭关锁国等, 导致国内经济长期发展缓慢。 独立之初, 缅甸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主要以出口幼木、 大米、 甘蔗等农产品。 长期以来, 农业的产值占据了国内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而工业产值只有十分之一。 在军人专制时期, 缅甸的法治不健全,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足, 抑制了国内资本的投资, 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向了海外, 也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分化。 从2016年民盟盛态执政后, 缅甸的局势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变, 在政治上, 民盟加强法治建设, 打击腐败, 推动民族和解与教派和解, 逐渐形成了文官领政, 稳均共治的局面。 在经济上, 缅甸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寻求改善民生, 吸引外国的投资。 从1992年丹日政府上台, 到民盟执政时期的近30年间, 缅甸的经济处于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状态中, 落后的局面正在改变的状态中。 但是目前, 缅甸依然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出口总值, 占据出口总量的30%, 缅甸全国只有52%的人使用电。 到2020年, 缅甸的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 在全球排170名左右, 依然处于倒数。 随着缅甸政治转型进入深水区, 政治发展也出现诸多难题, 民盟如果继续执政, 必然会触动军人的底线, 于是就出现了这次事变。 这次事件对于中国来说也并非什么好事, 民盟虽然是在西方的支持下而上台的, 但是上台后就立马访问中国, 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缅甸也成为了中国投资的重点区域之一, 如中缅石油管道, 一带一路等都经过了缅甸, 缅甸的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西南地区也将得利, 一个稳定且友好的缅甸, 符合中国利益, 希望缅甸局势尽快平息。 金刚才技的稳定数 , 感谢观看